三公里外突然飞来一颗子弹 子弹在击毙鬼子的同时 也打落了手榴弹的保险栓 还不等队友反应过来 他们所在的通讯部门就被瞬间炸了 但这还只是贼酒任务的开始 他此行的目标是拘杀日军司令神经 只有提前摧毁通讯部门 才能让鬼子在短时间内得不到增援 然而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狡猾的神经却迟迟没有露面 本以为这次的计划就此泡汤 但没想到此时的鬼子军官 却突然收到转移神经的命令 可神经听闻却不以为然 认为区区油罐车根本伤害不到自己 并且表示等找出开枪的人才会离开 鬼子军官见神经如此执着 便决定强行将其转换 就这样 神经在骂骂咧咧的同时也被拽出了房间 而这一幕则被埋伏在高处的贼酒所看见 于是他立马做好开枪的准备 并且只有一枪的射击机会 但对于神枪手的贼酒来说 远距离狙杀已经是家常便饭 就在神经登上火车的那一刻 贼酒果断地扣下了班机 随着神经的应声倒地 整个车站的鬼子瞬间紧接起来 但由于通讯部被摧毁 他们根本没办法大面积展开谈查 而贼酒也带着李贤叔顺利撤脱 可想出暗杀计划的却不止巴路 还有伪装成伤兵的鬼子 也想暗杀我军巡视的吴大司令 可就当他想混入指挥部时 却被门口守卫的战士拦了下 由于鬼子不会说中文 便试图用受伤的借口敷衍过去 战士在一番打担过后 竟还真的相信了他的眼睛 就这样 鬼子顺利混入了巴路的指挥部 他本以为计划会进行得很顺利 不料却被谨慎的骑连长发现了端倪 骑连长看着空空如也的被窝 心里不由地捏了一把冷汗 毕竟吴司令可是鬼子嘴里的一块肥肉 为了确保不发生意外事故 骑连长便找到看戏的严团长 眼看严团长没有放在心上 骑连长便表示队伍少了一个人和一个枪 稳听此言的严团长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便要求骑连长立刻展开搜查 而自己则负责保护吴司令的安全 与此同时鬼子已经潜伏到了房顶 并且还杀掉了一名八路战士 他本以为计划会进行得很顺利 但没想到却被回到房屋的骑连长 发现了房梁上的不对劲 看着刚滴落下来的鲜血 骑连长当即就断定鬼子就在房顶 可还不等他出门查看 鬼子也发现了留下去的鲜血 于是他便立马转移阵地 并且还把狙击枪丢进了草垛中 而他的这一行为 也成功躲过了骑连长的追捕 但没意会的事件 骑连长就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目标